今年7月《縱犯裡的瑰寶》 一部獻給所有創作者的禮物 深夜中的一集 《Mayor Naka Punch》 大家好我是小鈴 今天要推的是一部由PA製作的原創作品《深夜 Punch》 作為業界耕耘已久的動畫公司 曾經的AP、白箱、工作商旅等職場限時中 加入一些奇幻要數的作品 在當時也是掀起了一波熱潮 派對卡孔明則是近年來PA嘗試的新作品類型 那這次PA帶來的作品可謂是打破了傳統 往搞笑、奇怪的方向走 這部作品PA究竟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作品呈現呢? 一拳打出水母感 OK先不做這方面的揣測 《深夜 Punch》是一部由時下最流行的影音傳統平台 YouTuber結合吸血鬼題材的奇幻冒險故事 環繞在主角們身旁的 是個性開朗、失利兼具的大解頭粒 還有賢妻美子、超毒圖失禁 跟害羞內向的陽顛峰 最後是正常發揮的拉拉蒂娜雪 最後第一集就扁人一拳的超人類Misaki 你們就不好奇這群傢伙抽在一起 到底會蹦出什麼新花樣嗎? 故事開頭講述作為YouTuber Misaki與他的高中小夥伴 因為在直播中扁了小夥翻譯拳而遭到眼上 這人看起來挺欠扁 然後看著道歉直播又衝回去準備再扁同翻譯拳 不過好拳不能別兩次 Misaki回到諸如此之眼 企劃是我在想 影片是我在錄 剪輯也是我在搞 宣傳也是老娘我在用 沒有我 你們絕對活不起來的 怕關門離去 還真的只有想到你自己那 風穿真笑 果然還是要這樣才有流量呢 頂著這波流量 Misaki迅速衝上二樓開直播 打算以個人名義復甦 網路鄉民連署泡司的轟炸魚嗎? 具體化纏繞在Misaki身旁 鄉民的鍵盤果然不饒人啊 今天年的面試環節 基本上總是衝著Misaki扁人的話題而來 鄉民真的很嗜血啊 當初一體創業的高中同學 如今各奔東西 喔不對是把你彈掉啊 Misaki的人格缺陷就此展開 在這種充滿正義的開局 充滿真實感的任務個性 比較能夠受到觀眾們的青睞 也就是說越噓的女人啦 觀眾越愛 這時不少觀眾也開始猜測Misaki開局 扁人的原因啊 是不是因為只在乎流量 還說那兩位同伴早已對他欣賞不滿呢 不過這也不是本編的重點 其實各位也沒有必要去猜 畢竟這只是個事件而已啊 有了這個事件才能承諾出Misaki的內心 還有銜接後續的故事 主角Misaki與吸血格利布的相遇 是在一座廢棄醫院裡面 這座廢棄醫院的作畫 想必也是有考究的 廢棄感和殭屍片風格一樣的 破舊水用頭營造出的詭異氛圍 還有利布掛在天花板上的納身轉頭 這作品就喜歡這種形式的超展開 但關鍵時刻卻讓利布害羞臉紅 欸? 哎呦 你臉紅啦 這就是吸血鬼遇到真命天子的樣子嗎 Misaki在淘寶的途中也是一路的吐槽 不過這Misaki腦筋也是動得很快 立刻就提出合作 這不愧是前企劃鬼才 馬上就開始構思復仇大忌 場面異常熱血 如果劇情就真的演成這樣 Misaki帶著那群吸血鬼廢天遁地 做一些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不過研究從而獲得百萬訂閱 成為大YouTuber 那你就太久看這部作品啦 這時一名紅貓就突然降臨到晚輩狀 這氣場很明顯跟這四個瘋子不太一樣 你們他喵的過得太順遂 這樣搞就當上百萬YouTuber 那我們製作主要怎麼做接下來的劇情 所以這幫吸血鬼投資就下令 把頻道截掉吧 哇哦 你們這四個瘋子還要老大 那老大得多瘋啊 作為老大的貼身世衛 原以為他會有什麼稍操作 結果被Misaki喂了一口大蒜 嗯? 你是拉拉蒂娜吧 當時我的表情也跟Misaki一樣 眼神充滿震驚啊 估計不久這傢伙也會成為他們的一員 不過我不能忤逆老大 憑到沒了 這兩個禮拜的夢 Misaki回到住處 而這時冥威深夜螃蟹的故事才正要開始 這部作品在網梗上也絲毫不遜色 因為本身就是原創翻 觀眾甚至沒辦法預測下一個爆點在哪裡 不過這首主是把塞爆點的地方通通塞滿了 就是怕觀眾會感到冷場 無論是人物設計還是聲優的選定 甚至到整體劇情的把控都相當新奇 Misaki在晚輩中的每一天 也可以說是非常精彩了 究竟該怎麼控制這幫怪咖拍攝影片 從而增上百萬訂閱想想就令人好奇 劇情部分就不要聊太多了 還是給各位自己去看吧 OK來說個總結 作為PA這季三開的原創翻其中之一 PA嘗試了吃毒系列的作品風格 奇幻生物吸血鬼的設定 配上私下最肉欣的影音平台 從主角團夏令決定開始所經歷的種種挑戰 特別是Misaki頗為缺顯的個性 更是發揮的淋漓精緻 有別於PA之前的各種文藝女角 搞笑與努力還有現實這方面 可謂是難捏得非常恰當 OP系統的旋律讓人一聽就趴呀趴的 每個聲優的歌聲都非常鮮明 不失為一種罪一番享受 一滴部分則是由喜多先生 脫離一貫優美歌喉的喜多 歌曲前期慵懶的念詞 更加凸顯身為一名創作者的煩惱 終極轉回歌唱的方式 喜多優美的聲線述出了自己腦內最真實的想法 與現實不是那麼理想的衝突 又回到慵懶的念詞 甚至談論著腦海裡曾經燦爛的過去 和準備迎接美好的未來 這部一滴起初一聽啊 真的是覺得不是很多電波 但看了翻譯並仔細聽完 這其實就是每個創作者都會遇上的問題 剪輯流量觀眾留言 作品內大量在Mazaki鏡頭下思考的企劃 剪輯的辛酸 該怎麼把想法放到影片裡面 為了流量和觀眾甚至讓Mazaki自己都暴走啦 心裡有許多想做想說的花 大把心力做出來 又怕觀眾的回應不如自己預期 這部作品是能引發創作者共鳴的 而這個共鳴最明顯的點 就是ED的編輯點 今天短編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是PA帶來的原創作品《深夜胖甲》 我是小鈴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作品 喜歡的話還請訂閱分享追蹤 開啟小鈴鐺第一時間接受我的上片通知 那麼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